爱追美剧的朋友们恐怕要失望了 美国剧作家协会的好莱坞编剧 因为薪资问题 跟制片厂还有串流平台的业者协商破裂 从5月2号开始大罢工 总共有11000名编剧响应 而这也是15年来第一次 近年来串流平台兴起 但是重播的利润 编剧根本就沾不上编 再加上片商威胁以AI取代编剧 终于使得编剧群起抗争 15年前的编剧罢工持续了100天 重创了影视产业 如今深夜脱口秀已经停摆 改用重播音应 接下来更可能会闹巨黄 Fish up, pins down, LA is a union town 好莱坞日落大道 台批编剧在片场前举牌罢工 路过的汽车都按喇叭表达支持 华那片场前 三岁的米拉贝尔坐着婴儿推称 跟爸妈一起抗议 沙拉跟詹姆斯奥利弗两个人 都是好莱坞编剧 美国剧作家协会 因为跟片场雇主薪资谈不拢 决定从2号开始罢工 代表片场的影视制片协会 全部遭受冲击 成员包括Netflix,亚马逊,苹果,迪士尼 NBC环球,派拉蒙,还有华那兄弟探索 你会看到这些影响 现在在創作家製作家製作 这会停止 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 编剧认为薪资太低 要求总额6亿美元的加薪 首当其冲的 就是美国各大电视网的生意的脱口秀 因为他们都是当周写剧本 当周就播出 各大脱口秀全面停摆 改用重播音音 纽约大都会艺术馆的慈善晚宴 尽管服装奢华星光异议 但是明星们全都感受到 编剧罢工的冲击 15年前的2007年 也发生过编剧大罢工 当时持续了100天 造成加州经济损失超过20亿美元 现在串流兴起 大法赚钱却又过度投资 编剧为蒙其力先受其害 时尚最贵的影集 魔界力量之界 2022年在亚马逊推出大受好评 不过受到罢工影响 第二季的制作 将不会有制作人兼编剧在现场指导 除外Netflix的怪奇物与第五季制作 也受到影响 抗议的编剧甚至在漫威片场主档拍摄 这是一个马尔维演出 我们听过了 我们正在走返回来 为了制作车 连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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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作家协会表示 他们的会员有将近一半 大约49% 在领最低工资 薪资水准也只比10年前提升了16% 坎默奇曾为迪士尼Plus 编写过猎鹰与酷寒战士 但除非是在电视频道播出 不然在串流平台的重播费用 也只有25美元 以前的电视剧一季22集 还采取预复制 现在的串流影集 一季往往只有6到8集 而且还砍价 编剧编完一档信 就等着失业 更糟的是 片场威胁要用AI取代编剧 许多的编剧也感到相当不以为然 许多大明星也同情编剧的处境 像是诸儿巴力魔就宣布放弃主持 NTV电影电视大奖 还有得奖的明星声援他们 纽约的示威现场 就连影集神盾级特工的考生探员 也跳出来力挺 就连影像也支持公会文明的民主党级总统拜登 也在白宫强力声援 我肯定希望寫歌手在草莓屋會被解決 寫歌手們會給他們一盡快的決定 影視製片協會就以迪士尼裁員七千 景氣不好為理由 拒絕編劇們的要求 大片廠也不太擔心罷工 因為強檔電影都已經製作好了 串流也有備案 你仍然會看到那些節目 在週末後 因為他們在那些店舖上傳載了 他們在進行的電影 我們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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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這場罷工何時落幕 沒有人知道 不過6月30日 演員工會跟導演工會的合約也將到期 到時如果一起罷工 好萊塢的影視產業恐怕會雪上加霜